大家好 我叫张倩宇 性格文静 喜欢表演 因为表演可以让我体验到不同的人物情感 让我有更好的共情能力 我平时也很喜欢品尝各种美食 是一个十足的吃货 我觉得成都的美食真的是太好吃了 除此之外呢 我还是一个冷笑话断子手 经常会让朋友们觉得又好笑又无语 参加一拍集合这个节目 是为了认识兴趣相投的朋友 如果有意外的惊喜也是一次美好的体验 大家好 这里是四川卫视 国风音乐互动交友节目 风起花开 一拍集合 我是为你寻觅之音人的宋陈 中华上下五千年历史文化悠久 时至今日呢 有许多的传统手工艺被将人们所传承 那今天节目当中的男生女生 将共同去体验两种传统手工艺 他们会发生什么样有趣的事呢 他们能否一拍集合呢 倩瑜你今天带来的歌曲是 雪落下的声音 为什么选择这首歌呢 因为这首歌非常地好听 也很有意境 我也很喜欢像《沿袭公论》里面的那种故事 向往着男女主默默爱着对方的那种感情 那今天刚好这两位男生喜欢的歌单里 也有这首歌 那期待你们的隔空对唱啦 好 倩瑜听了隔空对唱 你觉得两位男生是什么样的人呢 我觉得第一位男生呢 他的声音很有磁性 而且跟原唱也很像 应该是一个很有故事的男生 第二个呢就是感觉他很文艺的感觉 不知道他本人会不会也是这么的文艺 所以你想选谁先见面 我选第二个 为什么呢 因为我觉得我想看他本人是不是真的这么文艺 就是想看他的声音和他本人是不是相符的对吧 好 那这是第二位男生的线索 一个香囊 等一下你把这个香囊记在身上 然后这是关于他的线索卡 你打开来看一下 金铜爆和物明月与香囊 这个是古诗里的一个选段 等一下呢你就去找人和你对诗 能对出下半句的就是你要找的人 好 青铜爆和物明月与香囊 之前听了他的歌声就感觉 整个人的声音很清澈明亮 但是不知道他本人的性格到底是怎么样的 不知道这个男生跟我想的会不会一样呢 是不是也是一个很文艺的男生呢 如果跟我想的不一样的话 那我不会很尴尬吧 那到底在哪呢 香囊 身上有香囊 这个怎么找 那个女生身上好像有个香囊 走 我们去看看 你好 你好 青铜爆和物 明月与香囊 真的是你 人是你呀 你好 我叫李莉 你好 我叫倩宇 刚才我听了你唱歌就是你的声音给我的感觉就是很清澈明亮 然后没想到你本人也非常的漂亮 漂亮 是 美 谢谢 我刚听的声音就觉得你是一个很文艺的男生 那你到底是不是一个很文艺的男生 是啊 我会跳舞 那你跳一个给我看一下可以吗 跳一个 嗯 好的 哇 天呐 好浪漫 我怎么感觉我的出现稍微有一点破坏了气氛 没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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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那其实你们两个也是刚刚见面刚刚认识 是的 为了增进你们的了解呢 先让你们一起玩一个深温小游戏 深温游戏 很简单的一个成语接龙 就是和香字有关的成语 因为今天的是和香囊有关嘛 所以你们说和香字有关的成语 就一个接一个的来说试一下吧 嗯 那我先说 闻香礼拜 闻香礼拜 怜香惜玉 闻香膜拜 香气撲鼻 书香门鼻 香香玉女 我知道还有一个香香 香香玉筹 是玉筹 是玉筹 国色天香 好吧好吧 怎么感觉女生赢得有点牵强呢 是你故意让着她的吧 没有没有 我确实在可能在学识方面不如你 为你的情商点赞 这个回合你赢了 刚才的声闻小游戏 也是和香字有关的成语 那接下来的互动呢 也是和香囊有关的 中草药香囊 其实是源自于中医里的 这个医官疗法 在民间呢 曾经就有一个 带个香草带不怕五重害的说法 虽然说佩戴香囊 是一种民间的习俗 但是它还是有 它非常特别的功效的 有一些中草药香囊 是可以预防瘟疫的哦 那接下来我们就一起去 体验一下中草药香囊的制作吧 好 走 现在你们身旁的这位 就是中国香学导师 中国香文化传承人 爱丽老师 老师好 大家好 大家好 因为新冠疫情反复无常 我们随时都要做好防疫工作 所以接下来呢 就要麻烦爱丽老师 教你们一起制作一个防疫香囊 我通过这次 我知道香囊可以防疫 刚好这两年都在疫情嘛 大家都比较的注意这个问题 所以我在这里也希望 疫情可以早点结束 今天我们做的防疫香包呢 里面有我们还有十余种的中草药组成 我们依照我们的骨法药理呢 开始我们现在的第一步 我们开始好吗 好 好 好 现在由我们的男生开始整体我们的香料 这个是丁香 丁香的味道是很香的 很多女孩子都比较喜欢 让我们重新闻一下 嗯 是香的 新闻一下哪一种香的 再闻一下 好像有种化瓶的感觉 哦 是吧 美好的气味 还是要加什么吗 可以加点食尝苦 食尝苦 食尝苦的肉类非常好的 对身体有很大的帮助 那我们这样就够了 可以少的再加一点 再加一点 再加一点 对 现在你们就要自用发挥吧 好的 老师 好的 老师 这是什么 这个是小茴虾 对吧 老师 小茴虾 这个材料 咱们做菜平时也放对不对 是啊 我们说的是香菜 也是药材 也可以食股 所以对身体非常好 我会做菜 你会吗 其实我也会做饭 但是我就是想让他 就是给机会 他就是让他多说一点 说他可以教我啊 或者做给我吃啊之类的 那有机会的话 我可以做菜给你吃啊 那有机会的话 本场的距离 我用四年来代替 设计精神 已经差不多了 我们开始我们的第二步 盐粉 好酷 好酷 女生开始往里面添加香料 好的老师 对 倒计就可以了 对 倒计就可以了 好酷是一个力气活 好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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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这一边的感觉 是 那我又要帮帮你啊 没关系 这个我要自己来 男生嘛 真的 这一点小锅 没关系 我们的女生呢 可以适量的取一点香材 进加工一下 给你玩一下 好奇特的味道 对 全部搭配在一起的话 就很清香的才会 发生了一种奇妙的化学发音 我觉得她就是可以成为一个很好的朋友 大家可以一起经常出去啊 去各地方玩啊 唱歌啊 一起去跳舞啊 一起做饭啊 都是一个很好的一个体验来的 相处的过程中还是蛮融洽的 但我也不知道她最后会不会选择我去和她一起完成 成一个比较好的作品 小包你们已经做好了 可以相互付送给对方了 好 给你 给你一个粉色的 接下来女生还是有下一个任务要去做的哦 这个是下一个任务的线索卡 打开看一下吧 平居贯通草荣花 不欲诸遇 据史料记载 清朝皇室流行通草荣花 尤其是乾隆皇帝的最爱 傅茶皇后不喜金银饰品 《青史稿后非传》中记载 傅茶皇后为人低调生活节俭 平日里以通草荣花为事 不欲诸脆 通草荣花始于秦 胜于清代 历史悠久 平居贯通草荣花 平居贯通草荣花 那今天是做荣花吗 不知道那个男生他心灵手巧吗 这雕像还蛮好看的 我再跟他都去拍几张照片 就说站得高都看得远 我都站在天桥上了 那边有个男生拿着个这样的卡牌 旁边还有摄影师 我们过去看一下是不是他 哈喽 嗨 我们对个口号吧 好 平居贯通草荣荣花 不欲诸欲 那就是你了 你好 我叫张倩宇 我叫马红宇 这两个名字都有个宇 对 当时听你唱歌的时候 我还在想 这么好听这么温柔的女生 她长得什么样 什么样 但是我见到你以后我发现 我第一次见到女生 给我的感觉 让我出乎预料 她比我想象的要惊艳 见到一号男生之后 我觉得她的皮肤很白 眼睛大大的 笑起来也很好看 是我比较喜欢的那种类型 是你喜欢的类型吗 完美 好了 可以了 停止这个互相夸夸 接下来为了增进你们两个之间的了解 还是要先进行一个升温小游戏 名字呢 叫做蒙眼猜食物 道具已经给你们准备好了 我们先去感受一下吧 那我先给你戴这个眼罩 好 你先吃 然后你先猜 但是我手有点冰 我怕冻到你 没事 没事 放心戴 放心戴 你脸好小 要发热吗 她戴眼罩好可爱 我现在就拿着三个食物了 那我先喂你之前给你闻一下 你先猜 看你们猜得中 你闻 你闻 这个表现 可以一个小的吧 这是个坚果 对 这是个坚果 腰果 对 是腰果 然后还有这个 辣椒面 对 这是辣椒面 笑死了 好 这首歌 是大的 红枣 是 是 是红枣 是红枣吗 是红枣 哇 好厉害 你看 厉害 那现在到你了 好 我帮你戴 好 我刚刚戴得很舒服 它发烫 戴上去会让你感觉想要睡觉 对 你刚刚差点睡着 现在轮到你了 嗯 我手上有三种食物 好 你要先吻一下 要 你要做好心理准备 好的好的 能闻出来吗 还是没有 那我们尝一个 好 尝一个吧 八木蛋 八蛋木 八蛋木 三个字 对的 对的 那我们再猜第二个 这个其实你已经猜的差不多了 嗯 这是咖啡粉 还会稍微苦疲 对吗 还好 还好不要少 尝这个 应该可以让你 哦 您的猜出来是什么味道吗 山楂 山楂糖 对 山楂的糖 对 这什么啊 不是山楂的话 它叫酸脚糕 好 看到 就这个 对 要不再来一口 不用 不用 哈喽 感觉你们两个这个味觉都还蛮灵敏的 都猜对了是吗 我猜对了三个 我猜对两个 你还是错了一个的 那还是算男生赢了 但是我们这个升温小游戏 其实不存在输赢了 就是让你们多了解一下彼此 好 那接下来呢 我们要去进行真正的互动了 要体验做这个融花的 发展 走吧 来 我先给你们介绍一下身旁的这位老师 她是密斯卡伦美妆学校的影视高阶老师 林子老师 老师 你好 哈喽 那林子老师呢 在制作融花呀 蝉花呀 包括水晶花这些发饰方面 都是非常厉害和专业的 那今天就要麻烦林子老师 带男生女生们体验一下这个融花发簪的制作 那就先请林子老师介绍一下这个融花发簪的制作流程吧 做融花的一个大概的一个流程呢 关键的几个点 就是第一个的话就是我们的一个输融啊 其实输融蛮关键的 因为我们所有的成败都取决于输融这个流程 第二个的话其实就是我们的一个绑融 也就是我刚刚说到的一个铜丝 这个时候绑融需要用到铜丝 那后面的话就是我们会有一个拱融的这个过程 其实现在年轻人还蛮喜欢这个动作的 玩起来还蛮好玩的 那除了这个之外呢 就是我们现在打肩 打肩等一下也会教到大家 这个也是一个关键点 那最后的话 其实就是我们的最后的一个拼接程度了 好了那接下来就开始制作你们的融花发簪吧 那首先第一个我们要先下手的话 一定要转着这边一点点 大家不要离得太远啊 不要太远 近一点 然后我们先下第一刀 小心一点 小心手啊 好转一下 然后再转一下 对找一针转 跟老师说了 你听懂了吗 我大只能听懂一点 因为我手挺笨的 我咱俩要不就是咱俩一起 一起做 大不过你拿这个大的 拿这个小的 谢谢 你是不是给解坏了 做这个做的 你会不会觉得我手很笨吗 这个男生呢 虽然他就是手笨笨的 但是他也在很容紧的在做 很努力的去完成这个事情 就是加分 加分 没想到你还蛮厉害的 我跟你一比起来 简直不值一提 那不让你来最后那一点点 没办法我手太笨了 没关系 第一次选了 老师都说了 我们已经很厉害了 我是出力气活的 他挺会照顾人的 然后也很幽默很风趣 他好像一颗爱心 他真的好像一颗爱心 你把中间这样剪一下 这就像 你觉得像吗 是像的 是像的 好爱心 不这样 把你们的爱心也加进去了 这狗粮 我会有点 什么 这狗粮 我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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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算 我看 我看 你不算 我看 你不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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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看 我不知道他会不会最终选择我 我觉得应该会吧 毕竟我有这个自信 接触两个男生之后呢 我觉得他们两个就是 两个不同类型的男生 但是他们的性格 还有人品都很好 都是可以做很好的朋友的男生 但是最后要选谁来完成我的作品 还是要考虑一下 经过了两人的互动 我相信你对两位男生 也都有了一定的了解 对 那现在你要做出一拍即合的选择了 你想选择谁作为你最后作品的搭档 就去告诉他吧 好 好吧 那现在你要做出一拍即合的选择了 你想选择谁作为你最后作品的搭档 就去告诉他吧 好 好吧 你好 李莉 你好 通过今天认识呢 我觉得你是个很有趣的人 然后也很仗义 就是而且你还会做饭 希望我们以后可以一起约着吃饭一起去玩 好 没问题 好 拜拜 拜拜 你好 马洪宇 嗨 你好 就是通过今天认识呢 我觉得你是个很有爱心 还有责感 也很可爱的一个人 你更加的适合跟我一起完成 接下来的作品 所以希望我们能够一拍即合吧 来个 邀寻 ь